李鸿琴的丈夫是人贩子 他将诱拐来的两个孩子带回家中 并谎称是捡来的 不能生育的李鸿琴 对两个孩子视如己出 多年后 警方追查到了李鸿琴 将其带到了警察局进行审问 开始 李鸿琴 你男人呢 我男人啊 他死的了 什么时候的事 去你 知道自己为什么在这儿吗 不要的 确定不晓得啊 我们有的是时间 赶紧时间好好想想啊 警察大公 我让温克萨 我儿子急刚 他才哪快啊 你男人姚明富 涉嫌管卖儿童 你知道这事吧 警察大公 你搞错了 我老杨是个很老实的人啊 怎么可能管门小家伙啊 怎么可能满门小家伙啊 我问你 杨基刚是你亲生的吗 问你话呢 不是的 那他哪儿来的 说呀 我生不出来小家伙 那我男人没办法 就在生着和别的女人生的 三年前他把鸡刚带回来让我养 我就养到现在 我讲的东西整会儿没有一致是假话 你没有生育能力 你男人在外面跟别的女人生的 你亲眼看见他 他跟你讲的 他跟我讲的 你去村里打听一下 他是很老实的人 看 这个小孩是谁 鸡刚 看上去多大 两岁岁时候的样子 抱他这个男的是谁 问你话呢 他看不清楚 那就看清楚 谁 有点像 像谁 像我男女 这看不清楚肯定看错了啦 我跟你讲里面 现在所有线索 都指向你的丈夫杨明富 他极有可能就是三年前 放假失踪儿童填棚的嫌疑犯 什么嫌疑犯啊 什么嫌疑犯啊 不过蓝丁 我们都是很老实的人 不可能做出这样的事情 你肯定是搞错了啦 你男人 杨明富 有没有跟你讲过田鹏的情况 那就吉刚的情况 啊 啊 儿子的事情 我知道的都跟你讲过了 没有了 我能问他 我能带他回家吗 他在哪儿呀 你现在不可能见到他 我告诉你李红勤 三天之后 如果田鹏的DNN比对 配对成功的话 人家的生父生物 就从深圳过来 把他接回家了 你和田鹏的收养关系不合法 懂了吧 那要不 我三天之后 我把他带回来呗 你想什么呢李红勤 我能把他带回来吗 我跟你讲 你的事还没完呢 他就寻找回家 下去 本嫂 妈妈 费户 哭什么哭 你不是没圣育能力吗 这孩子谁呢 我 我表姐的女儿 小朋友 叫什么名字呀 姬凡 你别讲话 小朋友别害怕 有叔叔在这儿呢 你是不是过来找妈妈的呀 那你告诉叔叔 谁是你妈妈 你只给叔叔看一下好不好 妈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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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我乃你 在深圳里公地上见地 他不是拐来的 他不是拐来的 怎么一字实话都流 他不是拐来的 孩子带走 不要 带走 带走 用心放手 哥 师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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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风中寻找 我告诉你 你的这儿没一个完 我亲爱的小孩 为什么你不让我看不清楚 是否让风吹起了蜡烛 在黑暗中独自漫步 亲爱的小孩 快快擦干你的泪珠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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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难了 他是香港人吗 香港 母语是粤语的吗 对 他普通话也不错 对 他这个很厉害 稍微给他们一些时间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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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心 好像 他刚刚走出来的那一刻 我就觉得他就是角色本人 再次把掌声献给刚刚这段表演的所有演员们 胡锡然身边是我们今天的两位助演的朋友 让我们感谢王茂蕾 张希然 大家好 我是张希然 什么什么人就是这么可爱 张希然 我们在这里恭喜他 张希然 最小的 不得了 不得了 感谢二位来到我们的节目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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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锡然也使用了方言 应该是赵薇导演曾经演《亲爱的时候》是你的家乡画 我觉得他的方言说得太好了 真的他说的比我还标准 其实我当时演的时候 剧本上是说山东话的 但因为还有大概不到一个月就开机了 我当时有跟导演说 我说你让我大半个月内学一口地道的方言来说非常困难 反正我也有我家乡的方言 也挺土的 我说你不介意 我就用我自己家乡的方言说 然后就讲的是安徽华这样 我说你太厉害了 我觉得你还没有半个月呢 都说成这样了 赵薇导演当时在演出这个角色的时候 要做哪些准备工作 这场戏是我拍《亲爱的》演的第一场戏 我觉得我也要 我能带他回家吗 演完之后呢 陈可欣导演特别满意 然后我就高高兴兴地回去了 过了一礼拜陈可欣导演说 赵薇啊真的对不起你 他们回去看了以后吧 我们觉得这警察吧 好像被你带走了 他对你充满了同情 其实不应该你们是一个对立面 我说那什么意思 你能再演一遍吗 所以就这一场戏 我跟两个演警察的演员 演了两遍 我想好奇问一下 你为什么你普通话那么好 家里是外省人吗还是 其实我是土生土长的 香港人 刚刚说错了 讲说错了 土生土长 所以其实也是会有错的时候 我也会有 但是我相信你应该是有语言天分的 你这么说我就说是吧 我其实不认识胡馨儿的 香港那么小 从来没碰过 你以前有试过这样造型的 好像我印象里面没有见过 真的是第一次吧 所以也这个造型一定要弄得真实一点 才能够让观众也有共饼嘛 就要谢谢欢庄老师呢 他们就给我弄得很真实 我觉得 挺好的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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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下份真是真实到了 我很享受刚刚的表演 他要去临时地学一个方言 从里而外去成为这样的一个农村妇女 这个付出是非常多的 而且我觉得 他给所有的青年演员们都树立好了一个很好的典范 这是我们这个行业需要的 我相信后台看你刚刚表演的那些演员 包括里面有刚刚踏入一个行业的人 也有拍了很久的人 我相信他们心里是会有触动的 就是一个演员 当你要成为一个角色的时候 你是真的要成为他 我觉得刚刚是一场值得让人敬佩也非常好的表演 第一次看您的戏演得非常好 有层次 谢谢老师 有激情 尤其有爆发力 抱起来 抱着女儿往外冲着一下 给人一种震撼 这是演员非常宝贵的 而且我看到了您身上更宝贵的东西就是 尤其你演员要不怕丑 我在电视院上学的时候 我们班主任李然然就说 别一个一个觉得自己长得美 我先让你们打破了你们自己觉得美 因为打破不了这个 你就不能放开自己去表演 谢谢您给我们带来的精彩表演 所以这是你的 所以这是你的 因为我是非常近距离地看她 包括白头发 包括她整个头发的质感 包括她身上的味道 这个只有你能知道我们不行 如果我们所有的人都这么要求自己 先不说能够把戏演成怎么样 先把态度放在这儿 当有一天成为所有演员的标准 我想我们大家的戏肯定还会有一个整体的提升 观众朋友们也会更加支持我们自己本土的影视剧 我在看一个演员的表演的时候啊 我会说这个人是个什么样的人 胡兴儿老师的表演啊 让我想起三个字啊 冰与火 为什么这么说呢 这个戏是完全想好了你才演的 这个脑子磨戏啊 你不知道自己在脑子里磨了多少遍了 层次分明 你是一个在生活中间 你有可能是一个特别理性的人 你在做出判断 你要求你自己绝不能出错 这就是冰 但是当你开始表演的时候 你成了火 冰火不能相容啊 在你身上体现了能够相容 我刚才也特别同意这个 李承鲁老师所说的话 不破不立啊 没有毁灭哪有重生啊 你现在出去 没人拦你 没人会认为你是一个演员 你对自己够狠 成功的表演 好演员 谢谢你 好 胡兴儿稍坐休息 谢谢 悲哲 悲哲 谁来的 你怎么来了 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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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嗨 你认得我吗 接下来要登场的这位演员 黄毅 他带来的片段《风月》 买衣服上唯品会品牌特卖就是超值 本节目由唯品会冠名播出